植物工廠 是一種節約土地和水資源 但卻耗電的新農業 這個涼爽乾淨的環境 不是實驗室 而是已經開始量產的工廠 這個部分的話 這是昼夜蜗具 這是紅昼夜蜗具 這是波士頓蜗具 空心菜 塔菇菜 我們能種的大概有40種素材 目前 林明村 他原來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老闆 他掌握了這片LED燈板的開發技術 這是太陽光的替代品 自燃光裡面 紅橙黃綠藍電子7個波長 這片燈板可以提供 將近四個顏色的波長 像一般的研究是說 那我植物只需要 波長450跟650 這兩個區間的波長 那它顯現出來的是 450是藍色的 650是紅色的 在這間吹冷氣的植物工廠裡面 完全看不到泥土的蹤跡 粉紅色的海綿 取代了土壤的支撐力 翻開保麗龍板 是經過循環再利用的水 裡面添加了營養液 自然界的 我們講的八種的巨量元素 跟八種的微量元素 那土壤有的元素 我們也有 那實際上 大家在談的微量元素 實際上 以現在的科技來講 都可以化驗出 它是什麼的材質 它的含量是什麼 但是 我們來講說 如果一般土根說 它有一種不知道的話 像氣那種東西 那我們就比較 沒辦法去探討它 所以在這一塊的話 只要是土壤 驗了出來的材質 我們都可以供給它 這是黎明村最常被挑戰的問題 人工環境長出來的蔬菜 和從土裡面鑽出來 在太陽下曝曬的蔬菜 到底有沒有差別 這個問題 最和維他命丸提供的維他命 到底好不好一樣 眾說紛紜 但可以肯定的是 植物工廠的蔬菜 硝酸鹽的含量比較低 因為植物吸收的 不管是自然氮肥還是化學氮肥 最後都會分解產生硝酸鹽 但是去除硝酸鹽 需要充足的光合作用 網室 溫室 都是有遮光的效果 因為我們要去防蟲害 那可能保溫 那它這種遮光的效果 會形成光合作用不完全 所以在植物工廠 硝酸鹽是可以被解決的 因為你給他充足的人 是 我們給他常識的日照 對 好吃耶 小心 真的好吃耶 你旁邊先告訴你 紅茶相信嗎 我沒有相信 我說喔 吃那麼老老頭 一邊才看到 對 你現在有相信嗎 有啦 沒有相信我們可以 對嗎 我沒有相信 一塊再吃看看 來 快碰我 要換我 想要購買 你的慈愛 就像 就像 海邊的沙 海邊的沙 它們這樣種得蔬菜 你覺得比較起來 有沒有比較好吃 或者比較不好吃 我覺得比較 比較甘甜的那種感覺耶 蔡淑儀是幼稚園老师 肚子里面摆着双胞胎 她很在意农药残留的问题 但又讨厌有机蔬菜夹带的泥土 比较就没有那种 所谓的虫卵细菌的问题 而且也没有泥土 你很怕泥土吗 不是怕 可是另外还有一点是 我怕虫 我怕虫 我每次挑到假如那种外面的菜 没错它可能是有机的 可是它有虫 我光看那个花椰菜里面那个虫 我每次挑我还要可能拿 拿什么竹子去吐它 就有时候会有那种土味 像有些孩子他也不喜欢那个土味 你喜欢吃菜菜吗 为什么你先把叶子吃掉了 很软 软软的 软软的 你为什么先把你的叶子吃掉了 我喜欢吃叶子 为什么你喜欢吃叶子 叶子吃起来 很好吃 现在农业已经是不需要土壤的种植者 和消费者吗 这种太空城市的农业 是不是有如诺亚方舟 可以躲过鬼绝都变的天气 避开国际的刺杀竞争 提供稳定的粮食生产呢 我们的设备长度是15米 宽度是2米 高度是3米2 那它所需占的面积是45平方米 这一座种植小白菜的部分的话 一个月可以生产37500颗小白菜 那以2到3颗做一个包装的话 那我们现在的回收价格是在20块到30块之间 大概是在20万到30万的收益 它所产生的电费的话 约在4万块左右 水费的话大概是在500块左右 养溢的部分的话 约在3000块左右 植物工厂或许是稳定生产 提高粮食自给率的方法之一 当国家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和大学院校 还在实验评估的阶段 民间的爆发力和勇气 已经仰起号角大胆前进 32%的粮食自给率 是一个亮起红灯警讯 四面环海的台湾 在世界粮荒的动荡中 不能逃避 必须面对的 是一场为了国民的粮食安全 不受威胁 没有恐惧的 逆转胜战争